政府將會修訂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 澳大傳播系系主任林玉鳳表示 最重要是修法之後 政府必須確保 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會比以前收緊 他指出 新聞評議組織、傳媒守則 乃至記者、工作證等 現時國際上的趨勢都是由業界自行制定和監管 並非由官方來監管 對於社交網站的規管 林玉鳳認為 亦都較難納入出版或者視聽廣播法當中 而澳大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說 民調已受政治和經濟力量左右 抽樣、問題設定以及解讀方式 很可能會出現偏向的預期意見 而且並非所有議題都適合做民調 他表示 現時社會連相關進行民調的原因和過程都不了解 根本沒有形成相關的討論氛圍 民調不能作為唯一的修法指標 新聞從業人員本身的疑慮之外呢 其實社會各界呢 也非常不清楚這個 主要的這個原因跟過程 不是所有的議題都能夠拿來做民調 或是沒有 不是所有的議題都需要做民調 民調呢 他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是如果民調 他變成一個唯一的 這個施政的一個標準的話 就會出現很大的爭議了 他相信目前政府應該率先去做的是取得業界對修法的共識 我們電視台記者一時正報道 我們電視台記者一時正報道 好的